第22季第十闸 玩具TV第22季第十闸 十一了 十一了 还没收拾 其实未开始的 我们这段时间都在吹嘴 如果大家有看到Obsolite 对于这个series应该 其实我相信没什么人看过 所以我相信大家都很陌生 主要是说 由这个外星人突然来到地球 要求Limestone 只要你有Limestone一吨 他就会送一部机器给你 这样吗? 而今次我现在展示的就是 其实本身 真是唯一这一部 没有在Obsolite里面出过长的机体 就是Clossover了 Bottoms装甲骑兵 我个人基本上 我和Walker都对于装甲骑兵是有爱的 所以连见到这个Motoroy也避不了 装甲骑兵其实就简单的 因为它的版件不多 但是绝对是不适合初阶者或者素组的朋友 适合现在开始有很多司机器玩用手游 因为我是手游的 所以我都很适合这个 如果我真的有时间搞的话 除了有装甲骑兵的配色之外 还有一个类似的肩兵型态壁 它其实都跟得很快 原来本身的钉拳 只是装甲骑兵硬了 类似风格的榴弹炮的装备 還有裝甲騎兵的主角 慣常有的裝扮 但沒有分析了 真的要游得很有心機才可以重現那個英姿出來 沒錯,因為它本身的主體其實是 統一的,合合都是這一版 至於外面的甲就會是靠另一套 主要的甲製作出來 真是無形有的 真是無形有的,有外面才可以玩 只拍就沒有東西看 沒錯,只拍很寡的 如果你說懶的,其實本身之前也有推出過一些1比35的士兵 雖然用不回來,不過上半身用得回來 我是打算偷上半身,然後塞回去 除了類似基里哥造型的甲製員之外 它有原裝模型的附送的女兵 女兵的雕工都很漂亮 所以如果喜歡比較喜歡的,就像我那樣 雖然是冬菇頭,雖然是冬菇頭 但身形也不錯 1比3來說,86元 我就真的沒有投訴了 隨時可以開始 好 好,我們就有浩滑 停一停再來 等等 好